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做首页专题部分这块的编程 打开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进入到pages home下面的components目录下 我们找到专题这个组件叫做topic.js 在这里呢我们显示了一个topic的文本 打开页面我们可以看到topic就在这里 这节课我们对这块区域进行一个编码 我们在topic这里要去写一些样式 那么之前我们说一个组件 它都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比如说header组件 你可以看到header组件在一个文件夹里 它有一个index.js是组件的代码 它会有自己的样式和自己的数据 那么因为我们首页的这个topic组件 实际上它的功能非常的少 你单独创建一个文件夹 再去创建一个它的样式文件 再去创建它的数据文件 这样的话其实是有点过度设计的 所以我们这么去写代码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样式 一起放在外层的这个home组件里来管理 就完全的OK 所以我们这么去写 在topic组件里面 我们要引入一个组件叫做什么呢 叫做topic wrapper 好 这是一个外层的容器布局组件 我们从哪里引入呢 import topic wrapper from上一集目录下的 steal这个文件 也就是副组件 home这个大组件的样式文件里面 我要去定一个topic wrapper export const topic wrapper steal的 点儿 div 好 它呢 需要有一个padding 我们给一下吧 这个我已经量好了 上20像素 右呢是0 下也是 10px 左是0 保存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background 我们来看一下 read 保存 到页面下 没任何问题 topic在这儿 然后我们再去写topic的代码 它呢 里面会有一个个的item 我可以写一个topic item 好 这个东西也要从样式里面去引入 这里面呢 我们看topic item 长的是什么样子 它呢 左侧有一个图片 右侧有一个文字 我们拿社会热点举例 它呢 里面会有一个社会热点这样的文字 还会有一个图片 我们写一下 image标签 src等于什么 我们来找一张图 我们选择元素的工具 选择这张图 把它的地址复制 粘贴到这里 保存 OK 可以了 每个项目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topic item 我并没有定义 所以呢 我要到样式文件里去定义这样的一个样式组件 好 让它呢 float left 然后呢 最外层这个内容啊 我把background red先去掉 因为内层的元素是浮动的 所以外层呢 你要给它加一个overflow heiden 触发它的bfc 让它的高度 能够自动的适应内部的高度 好 然后我们来写啊 它有一个background red 保存 看一下 好 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子 很显然呢 它的背景色不是这个色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它的背景色是f7f7f7 所以我写 f7f7f7 它的高度呢 我们来写一下 height 32px line height 也是32px font size 它是14px color 网号 警号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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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回到页面 我们来看啊 现在你的颜色好像 看不到了 我们说这个颜色 所以我们应该写的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color是 就是正常的黑色 它是边框是dcdcdc啊 所以我们改一下 color border ux epx -dcdcdx border radius 4px 保存 我们再来看 好 这个时候呢 它的图片比较大 那我们要对图片做一个修剪 这张图啊 它的高度和宽度 其实都应该是32像素 和这个行高保持一致 怎么做呢 我们打开topic.js 给这个image标签 我们加一个class 好 在这里格式化一下 我们给它加一个class name等于叫做topic-peak OK 然后我们在样式里面去这么写 它的下面有一个topic-peak这样的内容 我们让它的y字变成32px height也变成32px 保存 再来看 刷新 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呢 你看社会热点啊 它居下显示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这个图片 我们要把它设置成display block 然后让它浮动 保存 这样的话 图片才不会影响topic-item里面的文字 好 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还差一点 就是让这个文字啊 左右有一点空隙 所以可以这么写 topic-rapper 我们可以向右 好 当然不是这里啊 应该是topic-item 我们给它一个 padding-right 是px 同时呢 图片我给它一个 margin-right 是px 保存 OK 没有问题了 社会热点 我们就做好了 当然呢 这一个组件里面 会有很多个item 我们来看啊 我们复制几个出来 保存 再来看 它有一点问题 右侧呢 需要给一个margin 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来 首先 给这个最外层的容器组件 加一个margin-left -10px 然后 每一个item 我给它一个 margin left 是px 当然10呢 有点少了 我们给18吧 保存 这样做的好处是呢 我把这个最外层的元素啊 往左拉18像素 然后呢 再让每一个像 和左边的距离 差18像素 这样的话 可以充分的利用到 我们这个左侧蓝的一个宽度 保存 刷 没问题 这样的话 社会热点显示都正常 我们再加两项 看一看 保存 OK的 只不过它margin bottom呢 少一点内容 所以呢 我们再写一下 给这个topic item 加一个margin -bottom 10px 或者18吧 当然加的位置不对 我们应该加在 上面这块啊 应该加在图片下 保存 OK 和官网的样子 基本上就一致了 那么官网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链接 说更多热门专题 这块呢 大家自己来做一下就OK 好 我们说呢 现在我们这些内容啊 都是写死的 实际上呢 我们想 你这么写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啊 写好了一个内容 剩下的内容呢 都是循环出来的 根据数据 做循环 把对应的这一个个item 展示出来 好 现在我们只保留一个topic item 那么我们说 既然topic item 是数据循环展示出来的 我们这个组件呢 就应该有自己的数据 好 当我们写项目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应该存在哪 我们的项目用了redux 所以我们的数据应该存在 redux里面 我们来看啊 现在我们在 整个工程的最外层的 store文件夹下 已经创建了这个 redux对应的store 所以数据呢 都存在这个store里面 好 store呢 它的创建用到了reducer 我们说 我们用这个combine reducers 把一个大的reducer 拆成了几个小的部分 header部分的数据 由header reducer来进行管理 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页面 是哪个页啊 是不是啊 home这个页面啊 home这个页面 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reducer 来管理home这个页面的数据 所以接下来 我在home页面下面 创建一个store的目录 然后呢 我们在store目录下 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reducer 叫gs 让reducer.gs 来管理home下的所有数据 我们呢 可以把之前写的 header部分的这个reducer的内容 复制粘贴过来一份 复制 好 粘贴到我们的home下面的store 下面的reducer里面 我们呢 把没用的代码删掉 switch这里啊 case的内容我都删掉 然后呢 defaultstate和constant 这里面 我把没用的也都删了 OK 这就是我们首页 也就是home页面 对应的一个reducer 它来负责home页面的数据的管理 那么home页面要管理什么样的数据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topicitem 它是由一个书组 或者说一个数据 循环渲染出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 你的topicitem 怎么去渲染 肯定是由一个书组 所决定的 那么 在我的这个home页面里 就要有一个书组 来管理topicitem的内容 所以呢 我在这个reducer里面 就要定一个书组 叫做topiclist 好 它等一个书组 这个书组里面呢 我们可以存一项一项的内容 比如说呢 我们存一个id 网号1 它呢 对应的title是什么呀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title应该是 社会热点 好 再来一个imageurl 也就是这项对应的图片地址 我们可以拷贝 粘贴一下 当然呢 你也可以再定一个内容 比如说 id 网号2 title 网号 我们去找一下 当然这里呢 大家统一写成单引号 要么统一写成双引号啊 不要混着写 我们打开官网 来看 它有一个手绘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 先把图片拿过来 OK title 手绘 imageurl 冒号 我们写成这个地址 这样的话 首页就有了一个数据 叫topic list 然后呢 它的内容就是 这样的两个内容 可是 你光写了一个reducer 并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reducer 在创建store的时候 并没有被使用 那我想使用这个reducer 怎么用呢 我们来看啊 关闭这个reducer 大家打开创建store的代码 也就是 根目录下 src目录下的 这个store文件夹下的 index.js 大家可以看到 它用的这个reducer 实际上是store下面的 这个大的reducer 这个大的reducer 是由一个个小的reducer 组成的 那我刚才创建的 就是一个小的reducer 它在哪呢 我们引入一下 import reducer as home reducer 好 因为它是首页的 一个小的reducer from哪里呢 我们来找一下 上一层目录下的 pages 下面的home 下面的store 下面的reducer 这是 我们刚才创建的 这个小的reducer 我们把它引入进来 然后呢 大的reducer 里面应该包含 这个小的reducer 那我怎么做 我可以这么写 home下面的内容 我让它由home reducer 来创建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reducer 现在就有两部分组成了 一部分内容是header 一部分内容是home header的内容 由header reducer来管理 home的内容 由home reducer来管理 好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做一个刷新 它会说 home reducer找不到 那哪里写错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pages下面的home 下面的store 下面的reducer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我们写的有问题 这块我们就不应该写这个花口号了 我把这个花口号去掉 保存 咱们再来看 好 没问题啊 它会说 这块你也不用add了 你直接写这个home reducer就行了 保存 再来刷 好 代码正常的运行 我们打开控制台 点开redux 然后再点击state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store里面的数据 不仅有header里面的数据 还会有home下面的topic list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啊 上面引入reducer是这种引用的形式 而下面引用reducer怎么就变成这种形式了呢 实际上我们要做一个修改 把这个reducer的引入啊变得统一一些 我们说一个组件 它的store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内容 我不希望你外部直接去引入 我们在这个home文件夹下的store目录下创建一个index.js 它是store目录下的文件的整个的出口文件 它应该怎么写呢 import reducer from当前目录下的reducer 然后再把它导出出去 OK 当你这么写了之后 那么我们在最外层的store下面的这个reducer文件里面 写代码的时候 你引入的路径和方式都变了 我们要import reducer as home reducer 那from的路径也变了 最后这个reducer就没必要写 直接写成这个路径 它就会到store里自动的找index.js 好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页面 刷新 点击state 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里面还是有两组数据 好 也就是topic list的数据 我们都放在home录下的store里面 这个reducer里面去进行管理 那么我们说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topic组件里面 一开始 我组件的内容写死的 就这么一个topic item 现在我希望你reducer里面 topic list里面有几条数据 你就循环渲染几条数据 那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做 我们说现在store里面 大家看啊 你看到的redux里面存储的数据 实际上就是store里面的数据 那我们看 我们现在这个组件 topic组件 它是谁的子组件 topic组件 是不是home组件的子组件啊 我们再来看 最外层的这个app.js文件里面 provider里面使用的home组件 home组件里面使用的topic组件 我们说provider使得store 可以被它的内部组件所使用 那么home组件是不是provider的子组件 肯定是 对不对 因为它在provider的内部 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topic组件 又在home组件的内部 所以它也一定能够使用provider提供的这个store 那它怎么使用呢 大家还记得吗 topic组件现在有使用store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想真正的去使用store 你必须让这个组件和store做连接 怎么连接 import connect 这个方法从哪里去引 从react redux这个第三方模块里去引入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让它进行连接 怎么连接以前我们导出的是topic这个组件 现在我们导出的是connect方法包装过的一个容器组件 好 我们connect去连接这个topic组件 这里大家还要记得你要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叫做 mapState 这块一般写到后面写熟练了 我会直接写mapState 它等于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要返回一个对象 它会接受一个参数叫做State OK我们先这么写着 我们把mapState写到connect的第一个参数里面 好 还有一个内容叫做mapDispatch 现在呢 我们mapDispatchToProfs这个参数呢 暂时用不到 我可以先写一个none 为什么用不到啊 因为现在我这个组件是要和store做连接 拿到store里面的数据 但是我并不要去改store里的数据 所以有mapState就够了 那mapState指的是 你从store里面拿数据 那么我要拿store里面的什么数据呢 大家来看 我要拿store 也就是这个state啊 它里面打开这个浏览器 我们来看 Redux这块 你是不是要拿store下面的 home下面的topic list啊 好 我们来看啊 打开 你的home下面的store 这个目录下的reducer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的这个home下的数据 实际上也是一个immutable的数据 所以它里面的topic list这个数组啊 也会变成一个immutable的数组 那你想拿到这个数组里的内容 怎么拿呢 或者说你想拿到这个数据 topic list怎么拿呢 这么拿 state.get 当然了 我们要拿哪里的数据呢 我们要拿home这里面的数据 因为state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header 一部分是home 我要先找到home 再去找到home里的谁啊 我们来看 再来找到home里的topic list 这样的话 我们从store里面要拿这个数据 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要给它复制到 this.props.list里面 大家看啊 我拿到这个数据 把它复制到这个组件的props下面的list 这个属性上 那么在上面呢 我就可以这么去写了 大家来看 在这个gsx里面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写 this.props.list 它指的就是 这个内容 那么它呢 实际上是一个 immutable的数组 它呢 有一个map方法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map方法 ok map方法呢 它会接收到 一个一个的item 然后 我们要return 一个内容出去 每次循环 我们都要return一个什么呀 都要return一个topic item出去 ok 只不过它的src 这个时候 我们要调整一下了 它的src 不是写死的 它等于什么呢 它应该等于item.get 什么呀 image url 因为 每一个item 实际上从哪来的 从reducer里面的这个 topic list里面 来的 一个item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象 你要拿到 但是这个对象 经过fromjs的转换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js对象了 它变成了一个immutable的对象了 如果你想拿到immutable对象里的这个imageurl 你不能通过item.imageurl来获取 你得调用item.get方法来获取这个内容 那同理 社会热点这块 你要调用item.gettitle 另外别忘了 你这在做一个书组的循环 循环的每项都要给它一个k值 它的k值等于谁呢 item.get 我们看 在这里 之所以要定义一个id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用这个独立的id作为k值 好 在这里我们写一个id 保存 写好之后 保存我们的代码 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 你数据的内容是不是就显示到页面上了 好 这节课呢 实际上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内容 我们简单的快速的回顾一下 实际上 我们说 我们这个组件呢 要去做一些布局 要去显示一些列表的内容 那么列表的内容应该存在哪呢 一定要存在 redux的store里面 那redux的store 它有什么数据 是由reducer决定的 而reducer呢 我们拆成了很多部分 home页面下的这个topic组件 它的数据一定要存在 home这个组件对应的reducer之中 让home这个页面的reducer 来管理自己页面上的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在home目录下 创建了一个store文件夹 里面有一个reducer.js 这里面我们定义了 home这个reducer下默认的数据 它有一个topic list 里面呢 我们定义了两组织 好 数据存在这 接下来 我这个组件要去用我的数据 怎么用 我要在这 使用react-redux的connect方法 让我的这个topic组件 和我的store做连接 做连接好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从store里面 取出我要的数据 然后展示在页面下 当然呢 这块你可以继续的优化一下代码 const list 等于this.props 然后下面这块 你可以直接写成list.map 当然呢 这块return如果你不愿意写 也OK 那你怎么写就好了呢 你直接在这块 把这个花口号替换成 小口号 就可以了 那这个语法也是完全OK的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再刷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